深圳大學生運動會 繼續回到深圳大學生運動會的冰金球藍團決賽的直播現場 將會看到在團體賽當中第三場的競輪 雙打競輪 中國隊對陣日本隊 雙打這邊會見到芳博搭檢安 另一邊日本隊這邊見到松平賢義搭檢上田人 延安在之前單打賽事當中 也是三比零橫掃了圓龍光 也是為中國隊取得第二分 如果雙打賽事中國隊再贏的話 已經可以取得這一枚冰冰球男子團體賽的金牌 中國軍團有機會獲得第十三面金牌本屆大圓會 現在日本和中國之間的較量在金牌檔上面都很驚烈 中國是十二面金牌 日本隊暫時是十一面金牌 在今晚的賽事當中 在之前的游泳賽場上 中國隊和日本隊又打成平手 一人拿一塊金牌 如果是拿這一枚金牌的話 中國隊也是在金牌榜上面 繼續帶錢 所以就尤其重要 這一場比賽 中國軍團和日本軍團金牌比拼 但是我們不是特別了解上田人的水準是怎樣的 從平然意我們大概就知道了 估計方博和嚴安應該都很可靠 這場雙打有些特點 四個都是右手 按照正常的情況下 我們有左手的隊員在這裏 但是這次沒有用到他 很少見 雖然望老 有些不太協調 大家也躲在一邊 有些不太協調 上田人是09年國際冰聯青少年循迴賽奧迪利亞公開賽的冠軍 在2010年德國標籃球公開賽上 在柏林爆出一個冷門 以4比2將柳成敏淘汰出局 在橫濱世冰賽當中 亦有一個上場機會 而在2010年的國際冰聯循迴賽 德國公開賽上 還贏過柏翠 看來都有一定的實力 對啦 如果聽你這樣說的話 他的大賽經驗還應該是比較好 如果要計算起來 跟我們現在這兩個小將 嚴安芳博的計算 他仍然是老資格 我認為日本比甘球的情況 就會出現一個 他們的年輕球員有特別多機會 去打這個國際大賽 因為他們上面沒有那麼多大山押著他們 沒有那麼多老前輩押著他們 這是很好的機會 所以好像芳博、閻安這些 都是在一些世青賽當中 有一些搶眼的表現 芳博會見到 在第七屆的乒乓球世青賽上面 是拿下了四項冠軍 也是成為了世青賽歷史上 第一位獨攬四金的男選手 但很可惜 剛才歐指導說 他的大賽歷練還不算太多 希望不會影響他的表現 而第一局 暫時來說 日本隊領先 6比4 現在整個勢頭挺好的 日本隊 他的雙打配對 反手接發球 用得很多 而且很有威脅 尤其是上田人 他是很用反手去接的 但他不一定會騙到對方 但是現在他比分多 8比4領先 對芳博和閻安來說 有些考驗 看來在雙打上面 中國隊遇到難題 其實我們之前在休息的時候都說 派上芳博搭檔閻閻安 這個安全係數都好像挺高下 但原來日本這邊的雙打組合 踏起來更為之有默契 10比4已經是第一局的局點了 嘩 這個大斜線 11比4 日本隊的組合 拿下第一局 都贏得好像挺輕鬆的 對呀 但這局無論是哪個環節 他都是佔上風 花球接花球 他是完全不會被你欺負他 打在上旋球 他們兩個更照顧面積 更加好 嗯 兩個都右手 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們兩個不會找來買堆 你們兩個反而還有事 拉不到球 防守又不行 我好像覺得日本的組合 來得更開闊下的視野 大家很舒展 這次就 閻安和方博 拍檔 亦都因為他們兩個都來自於 天津科技大學的 大家都是 校友 在這方面可能默契 就會好一點 但是如果配個左手的話 可能那個形勢 跟現在兩個右手有所不同 嗯 當然這個是如果 那現在就看看他們在第二局當中 會不會吸取到第一局的經驗 希望沒有受到第一局的影響 好的 開個好頭先 好 好 好 最後 閻安打的直線 來解決戰鬥 這分後 啊 輸了啊 啊 不是啊 第一分贏了 現在才輸 剛才我以為他測網出界 在之前的比賽當中 剛才也和大家介紹過 中國隊每一場比賽 基本上都是3比0 在局數方面 僅僅是輸過兩局的比賽 都是橫數對手的 好 方波有時候被對方打得好像 退後得太厲害 有時候 年輕選手呢 啊 衝衝忙忙 都沒有打過 就應該是把部份移動了過去 邊打邊走 這樣呢 這個球就沒有命中率 啊 這些沒有辦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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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呀 一路 一路 對啦 就會上船,但不上手 他們失誤 呢 該回事 。 這個環節,因為現在打在對方上來 你一塞了,你整個信心就差很遠 但是他的線路本身是看得很好,看得很準 這個變線都是想他在一個較為難救的樂點當中 但他太仇不到台 心有如意力不足 你打不到 有這樣的想法,但做不到,真是不可惜 第二局就領先了,這樣不錯 看回日本那邊也有點守緊 現在放短的樂點控制給第一局也好 中間,下去中間 有機會才拉起 發球拿兩分 進攻之後拿一分 中國隊領先三分 七比四 拆網很厲害 擺短板在中間靠右的位置 這樣他們的短球 不能夠發揮反手的威力 而且身材方面也有點輸蝕 對啦 這個位置是第一局和第二局的區別 現在領先的是中國隊 八比四 嘩,這個反手 日本隊很快 先打一下車 發球發得不漂亮 被人有法力打你的機能 你看,連氣兩個發球 都是被人發出來的 這個就是 看完你的發球不漂亮 數三分 輸回兩分 嘿,擺短又被人打 那就三分走了 即已經有一個準備在這裡 日本隊 在一個短球當中 搶先上手 反拉 哎呀 這個問題不大 這個接法球用反手拉起 對方打傷 終於是連失了 三四分之後 終於是贏了一分自一指血 好的 十比七 等著對方拉 沒錯,這些球既然發長了 你就要等著 下一板的反拉 好 應該是 拆網了 裁判說拆網 還在爭執 他們說拆網裁判 未表態 哦,重發了 方波重發 好的 藉著得分 11比7 中國隊 方波和嚴安成功 將比分攀平 1比1 由於第二局的開局 或者中局的短球控制得比較好 所以 8比4 有四分的領先優勢 然後輸回幾分之後 自己搶攻比較好 果斷些 這樣才把局面控制著第二局 拿下來 幸好前面把分擦拉大了 嗯 否則都沒有這麼的底氣 他會被自己調整 或者被對手 一直追上來 7比8的時候 都很擔心他們 丁重都不多說話了 就交代兩句 不斷打氣 好像第二局這樣打氣 有些事情也不用說得那麼沉氣 尤其是雙打 你說了多個頭之後 運動員 他是很尊重你 一定聽的 聽完之後 就不知道是真的理解到 還是不理解到 其實道理他們都明白 怎麼打得自己都知道 是有數的 是啊 真的 他臨場表現出來 電光火石之間的反應 是怎樣的 好了 看回第三局的比賽 前兩局戰成1比1平 嘩 你分精彩 四個一個對拉 哎呀 這一分就要贊一贊 嚴安 最後那個側身打得很漂亮 這些對拉 現在我們中國的年輕選手 都接近於歐洲的那種 訓練和比賽 所以他們對著這些球 已經是私空見慣了 以前又不是 一見到這些球 有馬上控制的 他們在遠距離的對拉之中 有考慮過線路 剛才都會見到 調動日本隊的兩位球員 是一個 打到交叉了 真是走到氣都減到 1比3 接方球單格拉起 都是應該盡量拉起的 現在炎光的做法都對 哎呀! 發得這麼漂亮 就是騙到你 出桌和不出桌之間 這個是現在最高境界了 發球的最高境界 直接發球得分 上田人 看來他的發球都有分兩度 直接拿兩分 因為我們看看馬林不打球 經常就是這樣的 發球 你想拉嗎? 那球就不出桌 你不想拉嗎? 他就看著那球又跌出來 在很尷尬的位置 是的 所以我們是學到東西的 所以剛才看到日本選手的 發球的控制能力 還是很高水準 大家要把他放短 打短球的能力 明顯是現在 比他們好一點 所以我們不怕跟他放短 逼著他要拉 一拉就容易塞 因為現在兩個右手 從左邊走到右邊 用反手來拉 這個難度可想而知 就算你拉到過去 自己的閃身 來不及 所以這些有時候 他不太考慮後果 都是有點冒險 是的 以為拉起就可以了 日本這邊 這些是心態起作用 一塞多兩分之後 信心就差一點 好了 由八比四 拿著四分在手 接回去